制度不健全 制度不健全 沒有制度全 沒有制度全 身障團體穿著黑衣服 喊著口號要求衛福部出來面對 12月3號是國際身心障礙者日 身障者們以揭開假面看見差異為號召 聚集在衛福部門口抗議 希望說衛生福利部能夠 在制定政策跟政策制定的過程中 能夠符合CRPD的精神 那我們會希望說身心障礙公約的施行 能夠讓身障者的意見跟差異都能夠進去 儘管他們對我們也許永遠一輩子都是消極的 但是我們不能放棄 正是因為我們需要改變自己的生活 騎樓不平整 人行道站滿機車以及公園路主 處處影響輪椅族的用路權 有些餐廳和診所也因為缺乏無障礙空間 拒絕讓身障者進入 社會上充斥著不友善的對待 不僅造成生活上的困擾 也侵害身障者的權益 人行道是比較窄 然後有時候被電箱 還有其他的摩托車擋住 所以處處都是 對這個障礙的公民是不友善的 除了公共空間充滿不便 交通也是無障礙環境的重要一環 像是低地板公車的普及 高鐵輪椅席的數量 身上人士希望政府能積極改善交通設施 讓他們未來能更自在的行動 我知道一些花東的縣市 或者是像南投一些地方 它其實連低地板公車都非常的少 對相對之下其他縣市的朋友會比較吸引 我個人覺得是很少的 它是可以用活動座椅 或者是它用彈性售票的方式 當真的沒有那麼多人需要的時候 你是不是把它變成自由做 或者變成別的模式 對 那它那個彈性就出現了 台灣物障礙環境仍有許多進步空間 伸仗者期盼大眾更重視他們的權益 政府可以制定完善的政策 一起共創友善的環境 記者楊敬傑 張碩綜合報導